目前《战狼2》已经突破56亿票房,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票房冠军,也成功进入全球电影总票房榜,并高居63名。 《战狼2》成就了包括吴京、张汉、卢靖山、吴刚在内的很多人,也让很多人赚钱赚得眉开眼笑,比如吴京、马云、王健林、邓超等人。 但这部李承飞般的电影最大获利者不是马云也不是吴京,而是在电影中饰演范大使的宋哥。 宋哥目前担任北京文化的董事长,当初在《战狼2》拍摄前,他就看好《战狼2》这部戏,认为票房一定能超过12个亿,所以自己投资肯定能赚钱。 宋哥主动找到吴京要求投资,但当时吴京的投资方已经找好了,根本没办法分一部投资额给宋哥,不过宋哥坚信《战狼2》能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,便提出要给吴京投8亿保底。 用宋哥的话说,你们的投资份额我不赚,我投8亿保底,你只需要在票房超过8亿后,给我飞一奔更就行了。 现在《战狼2》已经突破了56亿票房,而且还没有下架,还在继续累积票房,《战狼2》让宋哥赚了好几亿。 更重要的是,因为这部《战狼2》让宋哥的北京文化增值了40亿,虽然曾经保底投资了高晓松的《大午生》,和成龙的铁道飞虎都损失惨重,但一部《战狼2》就转亏为盈,还赚得没开眼笑,看着现在《战狼2》又破了56亿票房,估计宋哥做梦都会笑出声吧。 《战狼2》